今天好多长沙交流会下来的朋友跑到景德镇摆摊了 因为正好连着后面几天也有景德镇的交流会 所以他们也是到处跑感激 人家每周一还是挺热闹的 今天东西也很多 很多在长沙我见过的东西在这里就出现了 今天在几个朋友那里还买了一些东西 还是有点收获的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是个好东西 好东东 一个起 也可以当做一个这种盘形的喝茶的一个茶碗 画片很漂亮 先看一下 这个画片漂亮 十二生肖的一个比较比起也行 叫一个小茶碗也行 小茶碗也行 牛 牛 龙 应该是十二生肖土 虎 马 猪 鸡 蛇 这个好吧 这个满餐的货 如果里面咱们把这件挑出来就够了啊 所以不求多但求金 咱们说不求贵但也求好 东西是晚清的啊 大家看东西一定要看懂 这种不管画什么画片 如果这种款在上上面基本都是晚清 但是我觉得这个质量非常高啊 咱们就把这个看起来啊 其实反而像这种文房 小器上面画生肖的更难得 为什么 因为你尺寸小啊 这么一个方寸之地能够画出十二种生肖 非常感兴趣 抛了一个再挑了一个乾隆粉彩的 银院这个鲜鹤盘啊 这很漂亮 它中间是这鲜鹤 粉彩的啊 然后呢周围一圈呢 有这种鸭子啊 然后有这种大雁 画了很多飞瓶 你好久没来了啊 两年都没过来了 两年没有吧 七年不来了吗 七年没来了 一七年以后就没来了 一直在家呆着 我没过来了 鼻桶 这个完整吗 完整 我硬着带着鲜鹤叫做人物的一个鼻桶 这种题材还好啊 因为它这个画片相对来说不多 这种一般都是铜制的 这种是铜制的啊 但有些它会到咸丰啊 道光都会 它每个纹饰是不一样的 给你们写一看 上面写这些蝙蝠啊 这种就是晚清的 上面画一锦楼 这个是全美品啊 跟老板还还债 老板说是要三千度啊 哎呀 早上这么久没来了 咱们老朋友这么久没来了 给一个 把那个也拿着看 可以的 这是一个四方小瓶啊 这个年份要早一点 你知道吧 你看看它这种人物的画片 它又是不一样的啊 大的 大人物啊 四方小瓶 这就是一个小花叉品 但是小中见大 这个品质也很好啊 形很好 偏文房的啊 偏文房的一个功能 和它的一个造型啊 这是个小壁桶 这是个小方瓶小花叉 就是我们买东西啊 一定要先从好的开始买啊 挑起来 然后再适适适适适适的往下走 再挑一个将军罐啊 小号将军罐 我现在发现啊 就是彩虱这一类 基本上就是玩一个画片 啊 你看这个画片很特殊 你们要看看是什么画片 是这个美女 坐在这里吧 家里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搭配着另外一个开窗里面 天公 祥云之上 一个童子 拿着一个哨把 我那么是哨把 老板说不是哨把 你们说是什么 不知道是哪位 有这么一个法器 拿着哨把当法器 还有意思 你们说说看 这个也不像牛郎之女 你们猜在这什么店 这个我们也拿出来了 老板 到街里面搞一个 一个鲁根的声音 把这个 我们做的大权门 这是有一点点小修复 这种百分之百 选品的分手 我觉得这个做权 应该是不错的 因为我一直想买一个 外景的分手 我一直想买一个 也不难得到 没什么不容易走 这个时候有点小修复 总体也才是一种 这个 其实是男生 我一直想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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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准复 在准复的时候 在准复的时候 就要很累 给大家就签一下 这还有很点 钱弄了一个工作 其他也没干毛 我一直想买一个 总外生 是能 就是因为玩得多 你 做得比较深奔 但是 除了新闹之外 更可能是一个 品质 因为它的路分 画面 文字上的一个整体 对我们来说 调整整个调整 对比较深奔 你 那么多 说